嗨那我是亚亚 诶别走不要转台你没有搞错呢 因为我现在剪的刘海是不是看起来很像不同人 那今天呢除了我的头发很不一样之外呢 大家有觉得我的眼妆哪里不一样吗 那就是下眼影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怎么画下眼影呢才可以不失误 我觉得下眼影呢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画得好的话呢 可以让你的眼睛以非常自然的方式放大 而且呢藉由画下眼影你还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的眼型 但是呢下眼影如果画失败的话呢 轻微一点就是会像很像眼下上面晕下来脏脏乱乱的 再严重一点呢就是可能会看起来很凶或是很老气 所以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画下眼影不失误的方法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画下眼影的工具 因为画下眼影不能像上眼影一样就是有时候还可以用手指啊稍微抹一下 因为呢下眼影要画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手指几乎是很难达成的 那第一个呢可以拿来画下眼影的工具有可能是你身边都一定有了 就是呢眼影盘里面附的这个海绵棒 那记得呢你要用这种细的这一头的海绵棒 用粗的呢范围就会太大 那另外一种工具呢就是下眼影刷有两种比较常见的 第一个呢就是像这一种像门牙的那个形状的 然后然后它是呢有点扁扁的 然后比较集中啊小小的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呢是像这种 铅笔刷但是呢是比较小型的哦太大的话呢也是不适合的 那再来最后一个绝章呢就是假设你没有海绵棒 然后你手边也没有任何下眼影刷 那你也先暂时先不要去买你也可以 先用你的上眼影刷 然后呢它通常范围都太大嘛 你就把它捏起来就好了 就是一个很简便然后懒人很方便的画下眼影的 只是说呢这样子捏起来就是这种触感呢 会不像特地做的这种下眼影刷 就是那么好刷或者是那么的舒适 但是呢是一个即用的时候可以使用的方法 那接着怎么画下眼影才不会失误呢 第一件大家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你使用的工具 大小要适中 常常以前看国外youtuber啊 他们拿来画下眼影的刷子都好大哦 但是呢那是因为他们眼睛很大 所以呢那个下眼影以比例来说呢 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适合的 可是呢像我们的眼睛没有他们那么大 然后如果用来画下眼影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可怕 像这边呢我用一个小小的刷子 然后是那种扁扁的 那我画的范围就可以非常的精准精细的贴近睫毛根部 但是呢如果用像这一支 比较大又比较蓬松的 我这样画就觉得没有办法贴到我的睫毛根部 反而会显得脏脏的 这样子呢就很容易被人家以为说 你是上眼影晕下来 或者是呢前天睡不好有熊猫眼 那第二个呢就是下眼影颜色的选择 通常呢你就是使用上眼影你用过的那个颜色嘛 但是呢假设我上眼影用了这四个颜色 那我要选择画下眼影的就只会是这个颜色或这个颜色 就是这两个颜色都可以 不要就直接就用深的颜色 这样就很容易看起来太凶 所以像刚刚呢我这边就是沾这两个颜色这样子来画 但是呢假设我是直接沾这个深的颜色 就算我是用一个小小的眼影刷来画下眼影呢 看起来还是会有那种太凶啊太浓妆的感觉 所以呢选对颜色呢让你看起来温柔 然后眼睛又放大 但是呢选错颜色就会让你看起来比较凶 然后又比较浓妆的感觉 再来第三点呢就是你每次画下眼影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从眼尾下笔 然后往前 每一次都从眼尾往前眼尾往前 因为呢大家知道你在下笔的第一笔呢 会是最重颜色最深然后最粗的那一笔 后来呢就越来越淡越来越自然 所以呢我们如果希望说眼妆呢是自然好看 就是希望下眼影会是这边最深啊 这边渐层过来淡 假设呢如果你是第一笔呢是从中间 或从前后面从前后面这样子来回上的话呢 你就会上出一个很生硬的下眼影 没有那种渐层自然的感觉 这样子呢就越来越惊悚了呢 那第四个呢就是你千万不要整个下眼影都画好画满 一个好看自然的下眼影呢 假设你真的是一个很怕眼神凶的人 那你就可以画到眼尾到这边 这样子几乎就是三分之一就好了 所以你就是从眼尾往前 眼尾往前到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停住 那如果呢你想要再多一点一点 我自己觉得最多是到二分之一 就是到这边 你看我就是画到这边 如果从眼尾然后画到这边停下来 眼尾画到这边停下来 这个区域呢建议都是不要画的 因为呢如果你画到那个区域给大家看 你看 看起来呢 就是非常的rock 非常的烟熏 那虽然呢这样子也是一种眼妆的画法嘛 就是假设你上下就是都是这样子贴着眼线 这样变成烟熏妆 可是呢如果以我们自己平常日常来说的话呢 这样子画第一个就是很容易失败 如果你的刷子不够精细啊 然后晕染的不够干净 看起来就会真的很像熊猫眼 或者是呢看起来很凶 我觉得也比较会老气的感觉 就是很像长辈他们那种纹眼线 都是纹一整条的 再来呢如果你画到眼头这边啊 是很容易就是可能眼睛有眼油啊 或者是一些有时候东西进去的眼泪等等的 就会整个流下来会变得很凄惨 所以以日常如果想要干净啊 简单好看的话呢 还是建议说最多就是画到二分之一就好了 不要超过 再往前就是失败的几率会大幅的提高 这样子拉远大家看一下 虽然觉得这一只眼睛好像特别的大对不对 可是不论是眼型啊或者是眼神 看起来就是不像这边这么的好看 那最后呢我再跟大家谈一下画的范围 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要贴准你的睫毛根部嘛 刚刚讲过了 然后再来呢你的粗细度 最好是后粗然后到前面细 不要是那种全部一样粗细的 因为这样子呢看起来就不是自然的 如果后粗前细就会觉得 整个融进前面没有画的地方 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衔接处 那这点呢也跟刚刚前面说的 一定要从后往前画 后往前画有关系 因为通常是你按照这样子的顺序 就会刚好是后面粗然后前面细 或者是呢如果你是那种想要调整眼型的人 你想要眼睛稍微往下垂一点点 我之前有发过影片 就是呢你后面可以再多加粗一点 然后眼线往下画 这样子呢就可以调整眼型 如果呢你是前后都一样粗的人呢 那这样子真的看起来太奇怪 已经接成金句了 所以呢就不是我们一般日常适合的画法 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今天的下影影画法 分享两只眼的对比一下 那最后呢再一个小小的tip就是 如果你的下影影你觉得你画的范围太脏啦 太大了那你就是一样拿着刷具然后沾着粉饼 这样子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改善 那当然如果画成这样子呢是没有办法清理的 就是你要拿可能卸妆的把它这边卸掉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下影影画法分享 如果呢大家喜欢我在 以什么样的主题在拍这种圈圈叉叉的呢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因为我都会看然后再拍给大家看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